今天就和大家介绍一个其中一个 我们最受客人欢迎的礼堂 唐诚意旗的水晶礼堂 买楼会有示范单位 原来买堪位都会有示范单位 到底这个尺寸是怎样的 让阿力带你看一下 大家好,我是阿力,郑智力 是感恩复杂生命意囊公司的拓展部经理 同时我一名从事善中服务超过15年的生命规划师 也帮过很多家庭去规划他们8年之后的安乐窩 现在在我身后的地方 就是唐诚意旗的水晶礼堂 画面都看到了,面板的尺寸 我们有给大家看看 那里面呢? 我们这个示范单位里面 也放了一个样板的骨灰棕 是一个基本的尺寸 可以给大家知道,比较一下 放了骨灰棕里面的空间感的大小 大家看到已经铺上了黄色的地毯 感觉上也是比较尊贵的 画面所见,现在就会看到 长度,阔度,高度 实用面积尺寸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清楚要知道呢? 其实很多客人购买的时候 也只是知道外面的尺寸 反而里面实用的面积 就会不太留意到 也很少客人会想到这个问题 所以今次就制作这条影片 是方便客人去选购一些 合适尺寸的函位 当然,如果买一些标准大小的骨灰棕 就一定可以放得下的 但是因为市面上 大大小小,淋淋种种款式的骨灰棕 都会有很多选择 可能有时 就可能买了些不合大小的 就不太好 所以有尺寸在手 就方便一点 一定不会买错 这条影片也很清楚 显示给大家看 除了大家见到以上上面积 往后日子 如果真是先人需要上位的话 做石碑也可以是私人订制 不一定大家见到市面上的 云石、麻石等 我们亦可以摆脱传统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透明 或者是磨砂 那就方便大家来到的时候 见到里面的情况 和见到一些陪葬品的情况 打开门见到的话 感觉上亦都和先人亲近些 没有了一块冷冰冰的石碑去挡住 因为我们每一个面板 是会关上门的 所以用不同的材料去制作碑面 亦都不会影响到其他线 亦都更加不会影响到整体的外观 因为里面的空间 完全是属于私人拥有的 这个亦都是很多朋友 选择我们六星級生命纪念馆的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可以因应自己的喜好 去选择一些自己喜欢放的陪葬品 例如免版 如果大家想了解 那又怎样呢? 澳门的朋友就简单了 直接找我一下 按以上条链 我们就可以安排专车接送参观 记得因为我们是私人地方 所以要登记了才可以进来参观 亦都避免一些先人常委的法事会相冲 如果香港或者海外的朋友 想了解多些的话 很简单 我们亦都是首个多次成功 由网上去购买堪委的团队 已经帮了很多朋友去实现他们 预先的规划的心愿 而我们的客户亦都是遍布海外 只需要按以下的连结 留下少少少私人资料 联络一下 就可以安排一个一对一的视像会议 如果想快点了解一下最新的优惠 那就快点拿起电话行动 好了 今次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